因为我们彼此四对的话 因为之前走了三天了 所以会相对比较熟 包括怎么在一起的 怎么认识的 所以接下来今天中饭吃完 肯定是现在认识你们这一对 那我特别好奇 到底是谁跟谁 迈出了那一步 应该算是我吧 其实很多年前 就在海洋公园里面 我就碰到我一个 小学的一个同学 然后那个小学的同学 其实跟天宇就很好朋友 他们在一起 然后那个朋友就说 这个是Karina 那我就说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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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Karina就很冷漠 很冷淡 就说嗨 然后就 就走开了 然后我当时那一刻我在想 其实我也不想认识你 就很无力了 他觉得我很没有礼貌 对 我就觉得 这个女生很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走了 但其实我不能 刚刚认识一个男生 对他非常热情 你要不然他误会了 我对他有意思 然后我有一些朋友就说 这个男生什么什么 我们小时候都已经觉得他很帅 然后我那天看他 刚好在一个斜拨上 你知道我在高的地方 他在低的地方 哇 好小一个 身高不高 不知道他帅在哪里 大家互相第一印象其实没有那么好 嗯 但后面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共同朋友 然后我们的爱好很很类似 就比较喜欢冲浪啊 还喜欢一起吃东西 对 都可以玩到一起 慢慢一群人玩在一起 觉得啊 这个人跟我真的很契合 就是可以当好朋友的那种 对我来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爱情不一定能有那种 轰轰烈烈的爱很久很久 但是跟一个人当好朋友的话 可以很久很久 我跟他的爱情是基础在友情上建立的 对 认识的时候 可能在那一刻想进步的那个节奏也差不多 对吧 就是工作啊 对于生活啊 对 是因为可以当好朋友 而可以当情侣 对 所以那你们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我们刚刚已经去签那个 结婚申请书 结婚申请书是什么东西 香港是比较有趣的 我们才也是刚刚才知道 原来我们去申请之后 我们就自己签自己的名字 然后要找一个律师去见证 我们签这个名字 然后这份证明要贴在 贴堂 贴堂 15天至少 然后有人可以反对 那如果真的有人反对怎么办呢 反对必须要是不可法的原因 就比如说我重婚 那按照这个程式现在 你们其实已经结婚了 虽然申请了 但是这个东西还没下来 算订婚了 对 订婚 订婚 这个还蛮正式的 你们对我们这边有什么好奇的吗 你有没有什么想延展性的发问的 或者怎么样 我想问家庭的开销 你觉得那个分工是怎么样 才是公平的 因为我觉得她是比较会管钱的 但是我觉得女生是应该要有自己的存款的 所以给她好像也不太放心 我觉得自己会没有什么安全感 对 我们家可能不太常规 因为我们家没有分 就反正是 因为各自都是工作的习惯 因为钱基本上就碰上了就花了 也没有说什么那种大头盗 说一定要说来 你给我点我交不起了 好像没有这种时候 好像没有太具体的 就分这个问题 我们家 有的时候就完全上交 或者一半上交 这几年没有什么前证的时候 就不上交 反正这都是按需分配 挺自由的 没有规则 当然也鼓励更多的上交 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的 就是各花各的 就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两口子过日子 有的时候没算那么清楚 哪有时候我今天出去买东西 说你给我报销 又不是公司 对吧 我们家属于上交型 就是你管 开会上交一部分会给他留 留林佣杰 对 留林佣杰 对 留佣杰 我给他 我心里会有安全感 我觉得他是一个女孩 跟我结婚了 然后紧接着又生小孩了 这两年其实一直也在休息 我也希望他更有一个安全感 就好像说我是他的一个靠山 他也是我的一个靠山 我听明白了 哥 你就是把钱交到 佳妮这里买了个保险呗 对 主打一个安全 给自己买了个心安 对 就是有安全感 你们呢 对 现在就没结婚 就各花各的都是 然后之后的话 结婚 东北都上交 像我就是很蛮独立的 但是如果有你东北男生的 我是很欢迎的 我们舞队都是不大能接受 AA制的那种 我是不觉得AA制太计较了 对 而且分不清 你们身边会有朋友是AA制的吗 有 真的有 当然有 对 老外会比较多吧 还好你不是这样讲的 对 因为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AA制 其实几年前 我已经也写了一个遗嘱 你是不是写得有点早 就因为我觉得 其实我妈妈 她离开的时候才五十三四岁 其实很年轻 我觉得癌症是可以很突然的 我的遗嘱里边 第一个就是我死了之后 伤礼要在某一个价格以下完成的 然后第二个我其实就当时已经决定 要跟就千语在一起 然后虽然我东西也不是很多啊 但是就如果真的是离开了 都基本上打算是交给她的 我觉得是能够很安全 很放心把所有东西交给她 对 无论我在或不在 虽然她认为自己不太懂 怎么样去理财 但是我觉得她还是很聪明的 所以就很放心吧 谢谢 不用客气 蓝特别的 对 女生心里也暖暖的 很有安全感 放心吧 我走了 我的茶叶都是你的 让我再想想你还有没有更贵一点的东西 家具 椅子啊 家具什么她带不走 我再我想想 你把那些绿植给我留下 刚才聊钱的那个时候 会好奇一下大家小时候的领用钱 因为相对而言会觉得像佑君啊 像肥熊啊 我们会很好奇你们家庭里面的领用钱 一般会是多少的数目 小秦居我们以前聊过 她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每天有五块钱 她上小学哪一年 她九五年的 上小学哪一年 零一 但那个时候五块钱 在香港也买不了什么吃的 对 所以她每天要纠结 她每天只能买一样东西 如果她买了可乐 她就买不了雪碧了 管得好严格 特别搞笑 然后她还跟我说 香港不是过年的时候 就家里会放桃花树嘛 对 桃花树上面会放很多红包 但红包里面是有钱的 因为就是很吉利嘛 要淘那个彩头 没到过年 然后他们就悄悄地 就没有人的时候 掏空 然后存着以后可以买两瓶可乐 挺搞笑的我就觉得 所以家庭教育也是会以节俭为主 对 并不会因为家庭条件不错 而让孩子养成浪费的习惯 她比我节俭很多很多 就是有时候我都觉得 那个是有点抠了 比如说她有怎么抠过你 她比如说她用我的护肤品 她说你这个 这个很好的品牌 多少钱 我就说你就用吧 对不对 你问来干嘛呢 难道我说很贵你就不用吗 然后她又挤一点点 她说这么贵我不配这样 你老公有试过用护手霜磨脸吗 她也有用身体乳磨脸 对 我们家老公可能也是抠吧 我觉得 她用的是护手霜磨脸 我们家根本不磨脸 我们家也一样 不磨 什么都不磨 怎么都聚在一起了呢 突然间你变得不另类了呢 天哪 她不磨脸 她真的就不磨脸的 萧萧她不磨脸 可是她最坏的是 我好不容易全部涂完了她 她就把我脸上的 在我的技术上 她来蹭我的油 太厚了 你们两个太厚了 真的什么地方都能厚过去呢 真的是 她们老出其不意地会来一下 现在你们家都是这么磨脸的 你们也都 那你们几个 但你们几个化妆对不对 就是男生真的好像不在乎这个 皮肤干什么都没关系 其实我觉得朱丹姐有点像我妈妈的 长得有点像 真的吗 对啊 你不觉得吗 真的吗 因为我没有看过她本 我给你看一下 雄说我跟她妈妈有点像 真的 我觉得是 就是笑起来一个福气的样子 对 很有福气的样子 真的 真的真的有一点 让我看看 我知道笑容的弧度 我觉得特别是旁边看的时候很像 是不是有一点 所以我刚才看她那里 我就突然见了 对 笑起来比较甜 真的 我也刚刚有点惊动一下 呀 第一顿中饭 我感觉气氛一下子 就让我在一个很舒服 可以讲话的状态 他们绝对是新朋友 但是有一种老熟人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团体 其他嘉宾很贴心 很好玩 很善良 也因为他们的性格 让我去比较容易去融入这个旅途 好 我们换下一个点 出发了 姐夫发话了 出发 来 试试礼物 把礼物拿上 你们好 你们好 那咱们就总共七百五 好的 谢谢 你 好好好 我一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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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把大家钱收回来 会花得很乱的 好 你们要花什么我捅 我捅销就好了 没问题 可以 可以 会不会不够吃这个钱 够了够了 肯定够了 不够吃我四天 走啦走啦走啦 快走啦 再出发 盲盒月月开好礼 带你现场看综艺 动感地带芒果卡 邀您观看 爱的休学旅行